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打住了啊 我已经下了这个禁令啊 不再接受新的问题 因此呢陈小龙先生的节目可以收尾了 那么今天这个话题呢 我们谈的是啊 由习近平的啊 首席谋事叫第一谋事刘鹤 提出的这个经济内循环 加上他的一个双循环啊 他的一个解读 那么陈小龙先生呢 用了一个半脱钩的这么一个概念啊 来形容啊这个内循环啊 那么用他的话来说是经济情况恶化啊 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啊 从全球化又倒退回了国内经济循环为主 这么一种旧的这种经济状况啊 那么他用了一个大倒退回来了这么一个概念啊 而且呢内循环这个概念呢 用陈小龙先生的话说是负面现象 加以正面包装而做出的一个独特的一个表达啊 本来就是把你弄得漂亮一点啊 不去面对这样一种复杂的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说 从经济全球化退回到相对的闭关锁国 或者半脱钩状态呢 陈小龙先生说这是一个世界纪录 这是一个世界纪录 所以为什么刘霍要提出这样一个 内循环的这么一个概念啊 陈小龙说是中共对美国发动了一个新冷战 而新冷战和全球化呢 这两个东西呢责任二选一啊 你到底选哪个 那么 再往下啊 就是中共的政治局常委 他是一个最这个高的决策层 我们知道啊 他对当下的这种局势啊 有非常清晰的一个判断啊 实在实在上也是这样一种情况 他自己发动这个新冷战了 但应该知道后果啊 那么解读了一次 4月18号的政治局常委会的底线思维 和两个准备的问题 那么陈小龙说这里头 这个4月18号的常委会 有三个意思啊 第一个意思是 对现在这样一种经济恶化的情况 他们毫不意外 对现在这种经济情况啊 北京会毫不退缩啊 最后一个呢 就是他们会硬扛到底啊 硬扛到底 那么这个经济循环 最后这个政策出台以后 对于这个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影响如何 陈小龙先生指出啊 这个 一个是中产阶层的影响 一个是低收入阶层的影响 那么这两个阶层的影响呢 他是通过算出这个外贸依存度 和净出口依存度 这两个专业术语以后 得出来的一个结论 就最终这个政策将会冲击 中产阶级和低收入阶层 所以你如果国内有一些亲友的话呢 您啊 给他打招呼啊 告诉他们 这种内循环到底是什么意思 说实在话 你不听我们的 他们不听我们的节目 他们可能不知道 这个重大变化 究竟意味着一种什么东西 那么你在海外 你有这个优势听这个节目呢 你可以给他传达 你如果是中产阶级 你如果是低收入 你要面临新一轮的这个冲击 好了 这个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就到这啊 感谢陈晓龙先生啊 做了这个节目 而且呢 耐心的跟我们观众解答问题 那也希望观众呢 继续关注我们 现在陈晓龙和我们这个节目啊 观众越来越多了啊 这是好现象啊 这个三千多个 这个时候是很多人在睡觉的时候 居然跑上来看节目啊 非常感谢 另外呢 今天有五月花啊 Peter啊 有黄先生 跟我们桃药包支持 感谢这几位先生啊 最后呢 谢谢我们导播制作 我们下个星期三再会 谢谢各位观众朋友 谢谢你们的支持 也欢迎大家 下星期三下午 我们继续和小平博士一起讨论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